现在已经到平乐了 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堵车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 感觉离冰南跟平乐离的还很近 不是特别远 挺方便的 Hello大家好我小九 现在终于到了平乐 好了 现在五点多了 刚好到家吃晚饭 让他们尝一下我叔养的鸡 好不好吃 每一个地方它的一个鸡的一个品种 它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个地方它的一个 饲养方式不一样 养出来的鸡它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 让他们尝一下看一下对比一下 如果说他们觉得我叔养的那种好吃一点的话 就到时候就改一下 看我叔是怎么样的 跟他学习一下 我觉得这个多学习一下也是好的 是吧 做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好做今 这挺好 走停停今天星期五 小孩子放学 可能是比较多 不知道老谭这几天怎么样 不知道 工作处理的怎么样 因为这两天回去我没管 多听有的朋友 所以说还没有发香蕉 发货 回去我要看一下 我看到前两天我回去 然后有一些朋友说 哎呀既然平常那么好 那你还去柜亭干什么 是不是 我就觉得有点 就是怎么说呢 家呢永远是你的一个港湾 对不对 家乡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家乡情怀的 其实啊 咱们在外地打工的朋友 如果在你心态不好啊 就每个人都会有心态不好的时候 并不是说每个人一直都会积极陷上了 是不是 心态不好啊 或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这都回家带一下 带一阵子 给自己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充电方式嘛 是不是 调整制的心态 调整好了 就啊 再继续努力 再继续出发 对不对 可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啊 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一个思考 思考的一个东西也不一样啊 但是我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奶奶年龄大了 我觉得都回去看一下是好的 都去陪陪她看看妈妈也开心 对不对 而且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的啊 最主要是回去也不远 一两个小时的事情 当天都可以来回家 这里留家 万财 哎呀好开心啊万财 这个鸡跑出来了 不是我这鸡 我书养的鸡 这个估计才3000多 我还拿了两支红酒 在我朋友酒庄拿的 昨天晚上跟小美聊天吃饭 买了一箱然后剩了两支 哦哦差点 到时候让老潭做牛排 可以吃个烛光晚餐浪漫一下 给一支大哥他们 跟嫂子好好聊聊天感情升华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